大家好呀 从前有一个古老的村庄 村庄周围是一条宁静的小河 这个村庄以捕鱼为生 村民们都是熟练的渔夫 村庄里有一位年轻的渔夫名叫张明 他对捕鱼有着非凡的天赋记忆超群 一天一位神秘的陌生人来到了村庄 他自称为龙王的使者 他告诉村民们龙王生气了他要派遣渔龙 来考验这个村庄的渔民 只有通过考验的渔民才能继续在这条河中捕鱼 否则河水将枯竭 村庄将无法生存 村民们听后心生恐惧 纷纷讨论该如何应对这次考验 张明却一直保持着平静 他坚信自己的实力能够通过考验 于是他向村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考验的日子终于来临 河水变得湍急起来 水面上浮现出一条巨大的鱼龙 村民们看到这一幕惊慌失措 纷纷逃离河边 只有张明站在原地冷静地观察着鱼龙的行动 鱼龙在河中翻腾向张明发起攻击 他张开锯口一口咬住张明的鱼网 企图将他拖入水中 张明却不慌不忙 他迅速拿出一把小刀 巧妙地将鱼网剪断 自己也随之脱困 鱼龙见状变本加厉地向张明发起攻击 但每次都被他灵活地闪避 张明利用自己的灵敏度和敏捷的身手 躲避了鱼龙的攻击 并且在关键时刻抓住时机 用王捕捉到鱼龙的弱点 最终张明成功地制服了鱼龙 让他乖乖地躺在河岸上 龙王的使者健壮对张明表示赞赏 他说 你是这个村庄中唯一通过考验的鱼龙 你的勇气和智慧令人敬佩 是龙王的使者将一块神秘的玉佩交给了张明 并宣布这个村庄的渔民可以继续在这条河中补鱼 从此以后张明成为了这个村庄的英雄 他的事迹被传送了很多年 人们用鱼龙混杂来形容这个故事 意味着在困难和危险中保持冷静和机制 并以勇气和智慧克服困难 而这个成语也成为了后来用来形容事物混杂 杂乱无章的情况